不過我們看到今天這個台北股市 最後還是收了一個小紅 果然是上衝下襲 最後還是收小紅 但是呢今天大家政治上面最關心的是 昨天陳水扁出庭的這個表現 很多人看了都很震撼 震撼到羅文嘉說 他一年多沒有看陳水扁了 雖然情感跟是非兩個都要顧 但是這個時候情感比較重要 所以他要來看陳水扁 但是沒看到 為什麼 我已經一年多沒有看見過他了 然後他進到看守的時候 我也一直沒來看他 那昨天下午我看到電視新聞 他在法庭上 一直到最後他回到看守所 離開車子 幾乎沒有辦法走 我想了很久 我覺得今天來看他 我想人 人又是非的一面 人也有感情的一面 在感情上 我應該來看他 羅文嘉今天談是非 他說是非雖然很重要 但是人還是有情感的一面 似乎已經把陳水扁的是非 做了一個他自己的判斷 因為是非 所以一年多來他不來看陳水扁 但是呢昨天看到陳水扁在法庭的樣子 情感上他來看他了 最後沒看到 是因為他跟呂秀蓮一起來 呂秀蓮說他要單獨見陳水扁 所以羅文嘉讓給了他 在看守所的門口 接受完採訪之後就離開了 也沒看到陳水扁 非常巧合的是 今天另外一個人談是非 這個人是李遠哲 他也說呢 這個社會呢 是需要是非的標準 他給陳水扁建議 做錯事就要道歉 而且呢 他的太太 他的兒子應該把錢還回來 我對阿扁是有些建議 他做錯事了 他有些事情是 他自己也承認沒做對 他應該道歉 他警怕他的太太跟兒子 把錢回送回來道歉 這是一個很好的起步 我們社會上 應該把是非弄清楚 哪些是是法的問題 但是我們要往前走 今天兩個人談是非 羅文嘉跟李遠哲 這時候才談 有沒有晚了一點喔 惠文 羅文嘉的 最近能夠上媒體 最近這一兩年啊 都是靠阿扁 羅文嘉也上不了媒體啦 那阿扁 之前說要回民進黨 是誰在民進黨黨中央 那個三人小組 其中一個成員 很像就叫羅文嘉 就是羅文嘉說 這個時候沒回來啦 昨天說要去這個阿扁身體不好 今天說要去看他 太矯情了嘛 那個時候是非為重啊 現在情感為重 哎呀哪有能變化那麼快的 對不對 楊秋昕羅文嘉什麼什麼 什麼蔡正浩 不要裝了嘛 你根本就不希望阿扁回民進黨 你認為此時不宜 今天不用去假惺惺了喔 這個諾貝爾化學獎的李遠哲 講的話喔 我是聽不太懂啦 因為基本上我確定 李遠哲不是諾貝爾法律獎 也不是諾貝爾醫學獎啦喔 做錯事情喔 在法律上就是犯法 啊那做錯事情都 一般說亂丟垃圾什麼的 阿扁那個不是亂丟垃圾 阿扁那個是貪污 他做錯事情是犯法的喔 那錢要還回來 我們當然希望這個 相關的人等都要把錢 還過來喔 那道歉沒有用 好我覺得李遠哲有點弄錯 這個沒有道歉 第一步啦 先道歉再認罪再還錢 去年阿扁已經道歉過啦 那怎麼還還要他道歉呢 盧武炫也道歉啦 那韓國的檢察官一樣在偵辦啦 那我們這邊 陳瑞扁道歉已經沒價錢了 錢要不要的回來喔 我說句實在話 我也死心了啦 錢不回來你就算了啦 李遠哲還沒死心 你不要死心啊 錢就不要回家 不要回家的遵守啊 我們拉法業扣在海外 扣外瑞士的錢 一百多億也回不來 那我都無所謂 你看我不是看那麼重啦 但是該犯法的喔 法律的制裁喔 不是道歉就能夠解決的 中豪怎麼看今天的 羅文嘉跟李遠哲 羅文嘉我覺得他講 去看成員沒有什麼意義啦 其實民進黨還是要把 他沒看到 阿扁不見他嘛 不是不見他啦 是呂秀蓮說要單獨見 羅文嘉去看阿扁 我覺得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民進黨一定要跟成員切割清楚 那私情歸私情 那倒是李遠哲 我對李遠哲的看法 可能跟會員比較不一樣 我就覺得對李遠哲 我是用比較 不要太計較過去 支持成員扁這些事情 就是說這個時候 這個社會能夠多一個人出來 把成員扁的問題 把是非講清楚 把是非講清楚 我都支持 這個他以前是非可能搞不清楚 他現在把是非搞清楚 這個我就覺得是OK的啦 那 對成員扁不用有太多的幻想 反正呢 他每隔一段時間 就像出麻疹一樣 只是他的麻疹會重複出現 就是就會來一次 你說絕食 絕食啦 各種表演 基本上我都認為他是個表演 這個成員扁呢 就是從英雄變狗熊了 懶鱼打滾支持一招 就是這樣子 陳大老 今天大家都講是非 其實我認為真假更重要 真假 什麼叫假 我待會再講 因為李遠哲今天 讓我覺得美中不足的 他應該要講什麼呢 應該講阿扁 我本來是期盼他讓台灣提升 但是他使台灣更加沉淪 他如果藉這個機會 把那個提升啊沉淪啊 講一次 我想大家會多多少少 那不是要少到他自己 原諒 我就是要這樣啊 因為阿扁要道歉 在某種程度他藉這個機會 也做一種間接的道歉 我講他這個光環 會比較沒有瑕疵 但是我降到假的部分 我藉這個機會再講一次 我跟你講阿扁如果要用病 來做藉口的話 最好也要多多少少問我一下 你都不去看他 他怎麼問你 他可以間接啊 間接我還可以 隔空 隔空傳授 韓壽學校 為什麼呢 你看現在我昨天很壓力 連板橋鼠立醫院 都有那種64切的電腦斷層設置 那是很貴很貴的 另外台灣的醫療設施 連板橋醫院都有 所以阿扁如果你敢的話 你去一下 幾分鐘裡頭 把你的身體 每一個器官都切得乾乾淨淨的 清清淨淨的 拿像那個肉點 你切豬肉這樣 切得很乾淨的 到底你做一條肺筋有問題 你做一條肺筋有安全 很乾淨的 全身顯影就對了 對 你就騙不下去了 真的騙不下去 還有我講一個更簡單不科學 就是不科學靠常識的 我跟你說 任何人有心臟病 任何人有心腳痛 絕對不是趴在桌子上哭 我從來沒有看過一個 心臟病來臨的人哭 我跟你講心臟病來臨的人 來不及哭 嚇都嚇壞了 沒想哭 而且想哭也沒有眼淚 因為你心臟病來的時候 眼淚擠不出來 這是第一點 還有 你說是真的假的 當然真的 我是醫生的 你不要這樣給我求 不是啦 等一下我叫安寧 你公然侮辱 你侮辱我們醫師公會的同仁 你腎臟科 你講到心臟比較遠了一點 我們受基本訓練 我們什麼都懂 那個腎臟是特別懂而已 其他也都懂 我也會生小孩 你要不要試試看 我會生小孩 你講的是接生嘛好不好 生小孩 不是帶屬男人 沒有啦 你沒看我手這樣生 你就知道了對不對 消防隊員 回來回來回來不要離題 回來回來 不要離題 就是不會哭 還有第二點 如果你心臟病忽然間來襲 連要不要哭 要不要擠眼淚 都來不及的時候 你要 砰的 你想心臟病的人怎麼砰的 你知道 砰就像 連方向都搞不清楚的 就全身就好像一個電線桿 砰就像下去了 跟那個Honey一樣 因為心臟病的來臨 那種急速 你完全沒有辦法 不然就說兩隻腳 像買蹄 好像馬蹄 買軟腳就這樣溫下去 我跟你講不是這樣 益鴻最知道了 我們所有犯罪嫌犯 會這樣溫下去 都是要拖去牽絲 要去槍斃的人 怕死了 怕死了 把腳鬆手 這樣溫下去 這台語又是溫下去 你知道嗎 心臟病不是溫下去 心臟病是怎麼砰的 這個很大的差別 很大很大的差別 第三點就是說 心臟病的人如果說 沒有這個 硝酸鋼給你叫 好 趕快 這救命嘛 救命嘛 還要說來做一個心電圖 更快一點 我手比較快滾起來 更快把他抖 更快看 到底有了嗎 人家要給他做心電圖 他竟然拒絕 我從來沒有聽過 一個自認為他有夾心症的人 而拒絕做心電圖 他心灰意冷 心灰意冷 但是我昨天就講 你說他不是假的 我為什麼他說是假的 是因為他亂點 鴛鴛鴛鴿工的狹心症 他有沒有病 我認為他有病 今天報紙上登給他 他說 身心官能症那個 那是有點像憂鬱症之類嗎 不 比較像歇斯底里 歇斯底里 就是說他那種 環境的這種壓力 讓他無法承受 所以崩盤 崩潰 就崩潰 崩潰 心事崩潰 但是一個民主英雄 一個台獨運動的偉大領袖 怎麼可以心神崩潰 所以你剛才說 阿扁讓大家震撼 我覺得最震撼的 是北京中南海的領導人 因為說優秀 台灣獨立運動的領導人 竟然不露營 那飛彈撤了 應該很高興 所以我在這裡 借一個機會 給中共領導人講 你看那個一千多個飛彈 嚇不倒阿扁 但是關他半年嚇死了 所以飛彈太浪費了 沒有用 你看阿扁還去裝成衣裳 因為飛彈都是假的 飛彈本身是真的 但是它的功能是假的 所以我們的台獨英雄 可以一天到晚罵飛彈 但是為了要出去 你看一小股腳都收出來 英雄變高雄 有夠見識 我跟你講 我昨天到現在 我碰到的計程車司機 大家罵死了 真的罵死了 這實際上給警 你又吐 吐了好幾次 又吐了 這如果以前 侮辱女性同胞 人家說 穿穿穿的還沒用 你這樣聽不懂 我吐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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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 以前講這種話 是侮辱女性同胞 拜託你男人 你男子和大丈夫 狗熊嘛 真的是狗熊 我不騙你 除了這個罵翻了之外 這到底是真是假 其實今天也引發大家 很多的討論 那今天中國時報的頭版 放了兩張照片 一張是陳水扁昨天 這不是資料照片 就是昨天要出庭之前 西裝筆挺 直挺挺的 要走進法庭 從看守所借提出來的這個照片 那這一張呢 就是他要回去的時候 就是雙腳貪軟 要人家攙扶 沒有辦法自己走 不過這當然也有人質疑 就是說他的腳 還可以懸空在這個空中 看起來跟吳淑貞當年的這個昏倒 手還可以勾住護士的脖子 好像一樣就是跟一般昏倒 或是一般無力的人 是有一點點不一樣的 所以呢 從圖片中去解讀說 這個到底是真還是假 但是這是出庭前 這個是要回去 怎麼會差這麼多 這是中間又沒有 沈大佬所說的那個心臟病發的狀況 那我馬上回應了 不好意思 你這麼失敗 這個腳 這個能夠觀察到這一點的人 是有一點內行 我跟妳講 有了吳淑貞的經驗之後 大家就會觀察 因為如果你是心臟病的話 你兩隻腳是肚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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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社友 有一次我們到一個高爾夫學長 到鴻錫高爾夫學長聚餐 那他們會打高爾夫學長就在打 那我們不會打的人就在旁邊逛逛逛逛 我經過他那個洞的時候 他跟我說 是不是啊 你好啊 要來講嗎 我跟我說我要講 我就這樣再 我就這樣跟他打個招呼 你好講 你講就好 我這樣從他身邊走過 不到20公尺 砰 我說什麼聲音砰 我回頭看 就是我剛才講的 砰 死了 對啊 就心肌梗塞 心肌梗塞 對 心肌梗塞 心臟病是很突然的 我走不到20公尺喔 我走不到20公尺喔 我20公尺前喔 他跟我打招呼 要來講嗎 要來講嗎 要來講這支嗎 我說不用 我不行 20公尺以後 我回頭看 倒下來砰 死了 所以你說 兩小時前是這樣 兩小時後也是這樣 所以他的病是假的 這個不成立 如果是心肌梗塞 這個不成立 不過我們只是要看說 他回去的時候 他的身體狀況 有沒有那麼的糟糕 就是說如果身體狀況 糟糕到全身無力 走都不能走 動都不能動的時候 腳還能夠勾起來嗎 這個懸控是要用 要用一點抑制才會這樣 所以要有一點力氣 才勾起來 不是 我剛才說過 你說不在聽 就應該讓他拚得很嚴重 腳是拖在刺 就是有人看到這個 說想起了吳淑貞的 雙手勾住了護士 我剛剛他是軟腳 剛剛審議師有說 軟腳是怎麼軟腳 他早上出去的時候 是要走出去 他期待 去到那裡還哽咽 他也在出庭的時候哽咽 也希望你 我就說 心腳痛 人有很多 氣喘 氣喘也有可能 氣喘因為有時候是環境 你如果去到那個環境裡面 有一個過敏源 給他氣喘 最糟糕的 像一張帶 整個停開完之後 他大概知道焦寶無網 大概知道焦寶無網 大概知道焦寶無網 都軟腳 所以要拖 要下車的時候 就好像軟軟起來 其實很多 沒有啦 我以前有一個叫黑牛 黃紅玉 那時候有多穿 要去穿衣衣的時候 用拖的 也不會走 就是這樣 鐵柄的身體 也不會黏著整三個 要何況他一百幾天 所以我剛剛他最難看就是 早上我看你的節目 大家說 我要介護救醫幹什麼 其實我們以前已經知道 他就不拒絕接受 他不敢去 不給人家做心電圖 早上蔡守勳 他在庭上後來他也有講 他有對外講說 看守所到四月底 再看心電圖又是正常 4月28號 對 28、29號又正常 那陳水扁他就議 要說他去年11月的心電圖 我查一下 我查一下 不是百分之一百正常 那個他心電圖 不一樣的不好的地方 我在本節目也解釋過 但是是不重要的 不重要的不正常 所以沒關係 我的意思是說 阿扁如果身體不太好 是最重要的人權 是應該去介護就醫 現在問題是 我沒有給你看 我沒有給你看 長男要給他看 醫生你不用來 我也沒有給你扔 人家說要給你扔 你自己去檢查心電圖 他沒了 他股專 所以很簡單 不然你就把 請出去外面 給大家看 更簡單 就公開測心電圖就對了 以招工信 也可以 他就沒有 很奇怪 人道立場是在給予 就是說他身體做檢查 他現在就沒有 你說他絕食 他已經絕食 現在第三次 你說他有沒有同情 所以我今天 羅文佳 我覺得他們這個人 不清楚 他已經絕食第三次了 你說我們 遲來的正義 不是正義 你遲來是非 難道是是非嗎 說一下 我今天你看 人家第一時間 阿扁出庭狀況不好 破臉 口 你看李秀仁第一時間 就恨不得趕快去看他 講可憐 好像大家都在 集體 壓破陳水扁 你再反過來看 你看李遠哲今天在講 說謹慎 我很不想講李遠哲 他欠我們台灣人民的港島 他跟我們道歉 他跟我們道歉 兩千年 有很多人聽他的話 去選了旁邊 旁邊做不好的紀念 做不好做被當 他有說一句話嗎 他照樣領他中原院院長的薪水 再往前提 郭民棟執政的時候 他是我們教解的 那個 那個招集人 教解不如十年 有這樣 孩子越來越難過 他說是連戰要聽他 連戰要負責阿 我的報告給我連戰阿 小孩子十年前 他剛收學一年 現在就是一年 他現在是大學了 孩子的成長是不能等的 所以我覺得 每一個人要摸著良心 我要包括李遠哲在內 當陳水扁家族貪污成這樣子的時候 你有說一句話 你不可以選擇性說話 我絕對 因為說 每一個人的司法人權要受到保障 那你說 有集體在打壓陳水扁的司法人權嗎 有沒有 你自己講有沒有 那當你 以中原院院長的高度 在呼喊教改的時候 在推動教改的時候 在叫大家 往上提升支持陳水扁的時候 你今天看到這個下場 你何曾講過話 我今天講了 今天 所以我遲來的 這是是非還是正義 是算正義還是是非 是算是非 有來中比沒來好 不會有啊 台灣讓你吞達八個年 敢不敢 我敢說你 敢不敢 那你今天 李遠哲 你還是 有你的官環 你退下來之後 你還是領很高的薪水 所以我剛剛摸著良心 很多人 不要忘了 你是中原院院長的高度 以前 現在阿扁他也是 我們總統的高度 我們很多人 用選票算出來 八個年來 他把我們台灣 吞打到這個天堂 你今天來看陳水扁 陳水扁難道 沒有欠我們一個公道嗎 不要說道歉 他現在道歉不得錢 不需要他道歉 他認罪嗎 他認罪嗎 你今天也呼籲說 他的妻兒趕快把錢還回來 你覺得他會還嗎 真的很可愛 是不是很可愛嘛 其實昨天陳水扁 在法庭上面的表現 的確是讓非常多人震撼 所以今天呢 過去一直以來 對扁愛美講話 我們有公開講話的 包括像李遠哲這樣子的人 都跳出來講話 一方面當然也同情陳水扁 希望能夠釋放陳水扁 不過也講出了一些 大家認為是是非公道的這個話 但是昨天陳水扁 在法庭上面的這個表現 蘋果今天的這個電話語音民調 還是強調一下 他不是這個非常正式的 這個抽樣調查的結果 他只是一個電話的調查 那仍然有百分之這個55的人 認為他是在演戲 就陳水扁的演技一流 大家不要上當 這是超過半數的人認為 昨天陳水扁在法庭上面 包括了這個哭泣 包括了腳軟是在演戲 那回去之後他就絕食等等 那另外呢 認為他是真的生病了 希望讓他就醫的人 也有35.49% 所以其實比例上也不少 有35% 相對比較高 那是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大家都有測影之心 而且醫學常識 不會像我這麼好玩 所以經過你的講解 這35%會降低很多就對了 我希望如此 不過如果昨天陳水扁 在法庭上面的這個大動作 那後來回到看守所之後的 另外一個大動作叫做絕食 除了絕食之外呢 又不測心電圖 又不檢查 萬一真的發生什麼事情的話 看守所怎麼辦 現在對他們來講 會不會壓力很大 邰大哥 看守所怎麼會有壓力 看守所處理陳水扁 太有經驗了 所以喔 陳水扁是騙外面的人 騙不了看守所的 看守所很清楚 陳水扁最壞就是覺得 我所內沒有辦法處理 就把你送板橋醫院就好啦 那醫生的事情啊 是不是 他不願意去啊 看守所叫你去 你能不去嗎 他沒有辦法做不願意 可是他叫你量心電圖 我就不量啊 什麼叫做介護就醫 就是要壓去就對了 當然啊 綁都把你綁去 那現在為什麼可以拒絕 測心電圖 那灌食 如果說非灌食不可的話 我不讓你灌就不能灌 什麼叫強制灌食 不吃也能吃 哪有這樣子喔 你死在看守所裡面 叫我看守所負責啊 這樣好像沒什麼人權 什麼沒有人權 我維護你人權 我先維護你的生命權 當然啦 再維護你的人權 難道是你在看守所裡面 你說要自殺就自殺 說絕食就絕食 絕食你不吃可以啊 你吃到有 所以生命有危險 不吃的話 我就跟你灌吃 本來就是這樣子啊 陳水扁 沒有絕食還有定期限的啦 定到五一七 到五一七 我絕食 然後絕食到五一七 這中間喔 如果絕不下去喔 譬如說五一七之前 他不會死嘛 那如果說這個時候 會偷吃嘛 吃米淋吃暗啦 會偷吃嘛 我跟你講 所以陳水扁喔 他一下子說 我一定要為台灣什麼 你們要我死我就不死 一下子說要為台灣死 這個是在絕食是在表演 表演的 所以你是這五成五的人啊 我跟你講 現在很多人搞不清楚說 認為陳水扁好像不給他就醫 是對他沒有人權 看左手 看起來是他拒絕就醫啊 拒絕就醫是沒有就醫的必要嘛 看左手認為你沒有就醫的必要 你知道嗎 認為他非要就醫不可 就會自然強制給他醫療 其實很簡單的道理 我跟你講死不了 看陳水扁那看左手 如果死了我陪著他死 不要這樣 我這個賭的很大耶 我在看左手 在看左手 這個賭很大 對這個賭很大 他在看左手死啦 我陪著他死 他今天喔 如果放回去喔 再保來喔 死比較容易 跳樓 跳樓的話也會死啊 燒炭 找炭啊 沒炭 看左手有沒炭嗎 讓你燒炭嗎 你可以看左手頂樓去跳樓嗎 我們不要鼓勵人家自殺啦 不過臺北官員現在要注意一個陷阱 就是說陳水扁現在其實身體應該是虛弱的嘛 因為他已經開始絕食嘛 那遲早一定要接戶就醫 遲早要接戶就醫 上一次是五天 上一次是五天 但是現在 因為今天民進黨的立委 也去鬧了那個法務部長王清風 這裡有個陷阱要小心就是說 到時候接戶就醫之後 那個陳水扁要不要上手銬的問題 就是民進黨喔 跟陳水扁其實大家都是老經驗喔 陳水扁現在演了那個上半場 民進黨的立委老團員先接下半場 等到那個接戶就醫的過程中 還會再挑毛病 整個就是為了五一七在做鋪陳 那這個當然對於非親綠的群眾有沒有用 我不知道喔 可是這對比較同情綠的群眾 應該是會有刺激性的作用 那這基本上就是在 這個戲已經演到這個階段了喔 所以他有陷阱 他是台北看守所要注意的 所以陳水扁的絕食跟昨天的法庭的表現是五一七的前夕 這一次應該沒有借戶就醫的必要 到目前為止 如果他絕食五天啊 上一次是五天以後就借戶就醫了 這個邏輯就錯了嘛 絕食不是等於借戶就醫 絕食就是灌食 要灌食 請照順序來嘛 我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4月30號的中國時報 點心電圖檢查無明顯異狀 當然這個檢查不是只有心電圖而已 心電圖是項目之一 那這個東西 4月30號的中國時報 四月三十五的事情 那可能中國時報如何如何 沒關係 讓大家看自由時報 這自由時報寫的啊 心電圖檢查過了 沒問題了 而且是所外的醫生喔 來研判都沒問題 都專業的心臟科的醫生來看 都沒問題了 這表示什麼 這表示有人 故意 我必須講故意 我不願意講故事 故意 遺漏了這個資訊 所以有大學教授 在友台就講說 要把阿扁關到死 關到死造新天圖幹什麼 量血壓幹什麼 給他咬 還開咬我吃呢 所以我說 不要故意亂講 我特別譴責這些 想要幫阿扁講話 又怕被罵 又怕被說成挺貪腐 要把阿扁關到死 要把他關到死的話 要幹嘛理他 昨天是阿扁拒絕 我昨天看了各台的這個 這個政論節目 包括這個櫃台的 大家都在第一時間講說 要給他造新天圖 然後他拒絕 可是友台的電視 不知道是壞掉還是怎麼樣 他們不知道 他們與世隔絕 那兩個小時是與世隔絕 他們可不可以 跟他們的觀眾朋友講說 北索 因為早上有這樣的狀況嘛 北索說 那我們來給造一下新天圖 相關的檢查 阿扁拒絕 這為什麼應該要關 我說我們做評論 我們應該把正確的資訊 告訴大家 然後大家再來討論 那不是啊 然後就講說 要把阿扁關到死 我覺得很刻意 我必須譴責這些人說 你們在幹什麼 製造同情阿扁的氣氛 不能這樣說屬性嘛 我這個 這個就很簡單的整理 就這樣子嘛 4月28前 我都沒有事情嘛 人家又要求他們拒絕嘛 那是不是 這有沒有藍綠的分別 這有沒有什麼 統獨意識形態什麼 國民黨的 沒有這是事實 我特別講這是屬性 我們做 不管是做電視做廣播的 政論節目 不管你是藍貨綠 我覺得要把這個事實 告訴大家 那就輝文這個部分 我來補充一點 比較專業啦 其實比如說你有輕腳痛 或者是你血管真的有堵啦 通常這個簡單的心電圖 就算正常 不能完全排除啦 那我覺得進一步 其實要做運動的 就是跑步 那同時跑步 要同時做心電圖 阿扁會說 我腳身手軟是怎麼叫我跑步 好 這個不做 但是起碼做個64切的 電腦斷層可以吧 這個馬上做馬上出來 我覺得阿扁不敢接受 那我現在就在講絕食 為了政治理由的絕食 事先講定說要多長 是很可笑的 你看當年 市民的絕食有沒有說 我要絕食多長 因為你絕食的目的是 要讓你的對手害怕 要讓你的對手感到威脅 說萬一我死了怎麼辦 如果你死了 大家也都沒有反應的話 那這個威脅也沒有用喔 但是阿扁如果絕食而死 是不行的 所以他應該不要講說 我要絕食多久 那絕食到17號 這個剛好10天 我向大家報告 絕食5天沒有害處 絕食5天對減肥非常有用 但是絕食10天是零界點 可送醫也可以不送醫 阿扁上次那麼快就送醫 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個人的經驗 我絕食過最長12天 那是他第一次 大家比較緊張 我也是第一次 我跟你講12天絕食 我結束了以後 我走路回家了 這一點事都沒有 所以我覺得 像阿扁這種絕食法 你看絕食的意義是什麼 是此絕綿綿無盡期 你要讓人家感到 這個絕食是沒有盡期的 那種絕食夠露營的 你說我要5天 我要8天 我要10天 阿扁那是在收音 那是在收音的 人生怕的 你沒有仔細看他的絕別書 等一下我們會仔細看 你就知道為什麼要絕11天 他先為了威脅嘛 對啊 所以他的目的就是517而已 那樣的絕食沒有意義 我必須講 阿扁有沒有絕食 阿扁有沒有送音 對517的動員 一點用處沒有 而且我甚至可以提早告訴大家 517那天 即使從南部上來北部 會失的 反停扁的成分 非常非常的低 非常的低 如果大家因為怕 因為停扁 因為怎麼樣 而產生各種暴動 而怕你手中的齒骨 受到傷害的話 我先在這裡告訴大家 不要走 不要走 好啦我們先接一下觀眾電話